Hello 大家好! 澳門旅遊博彩業近年經歷深度調整 博彩業人力資源需求出現下降趨勢 不少博企亦為賭卓部的員工推出過內部轉職計劃 讓員工在保持原有薪酬待遇下到企業內其他部門上班 例如任職保安、餐飲服務員以及民員等 當然還有很多工種 有個人資深莊可說他在2004年博企任職至今 在2004年前做過餐飲倉務、零售業前線職位 當時人工是4000至6000元 但隨著博彩業在賭權開放後急速發展 他和很多年輕人一樣 因為博彩業的前景無限好和人工吸引 轉職製造莊可 當時20年前莊可工資逆倍升至大約11000元 20年前左右 當時人工比大學畢業的崗位還要高 當時大學畢業應該有7000至8000至9000元 因為收入高做莊可有優越感 所以當時澳門湧現了一大批中等收入的人士 同時亦令這批人生活質素得到改善 還買樓 因為當時04、05年的時候 750呎 大約10年樓齡大約4、50萬左右 現在當然不行了 現在可能400至500萬左右 所以現在買樓、供樓當然辛苦 這批40多歲的人 你說過好運都有點運 但花無百日紅 面對博彩業的深度調整 又有疫情三年 這批人人到中年 學歷又不高 很多都是中學畢業 正在做莊可 面對博彩業下滑 簡直變成中年危機 所以有不少公司有內部轉職的申請 有些莊可都想想跳出賭卓去其他世界看看 如果成功轉職以後有一個世界 有個來人說在2020年從莊可轉職為前台服務員 因為當時的工資以莊可的標準收取 即是他當時的工資比其他服務員高出六成以上 之後又轉職至工程部的基層崗位 工作內容是執行一些相對簡單的內部收緝工作 當然從賭卓部再轉職至工程部 薪酬就會立即減低幾千元 但若他能夠通過一些考試 公司就自動升職 升職後的人工就跟莊可的工資水平差不多 並且有繼續向上流動的機會 如果他不想的話 就可以繼續以莊可的待遇擔任現有崗位 但就不能有任何升職的機會 有些人想到人工少了幾千元 雖然你說升職又補回 但有些有家庭負擔的就不需要 有些就轉了職 過來人說轉了的兩個崗位 例如前台服務員是需要時間和精力去適應 因為你經常要搬行李 放了工都會 其次做前台的應變能力要強一點 最後就是你的英文要比較好 據過來人說 如果你不怕辛苦 不甘心就默手成均 願意嘗試新鮮的事物 學歷水平也不錯 希望提升職肉穩定性的年長僱員 可以積極考慮內部轉職 過來人說 新工作崗位對員工各方面要求 亦不讓莊可低 但工資待遇就與莊可差距甚大 有這樣的狀況是因為莊可 只是可以由澳門居民擔任 不能輸入外勞 大家不要誤會 不是說要莊可輸入外勞 而是說其他崗位的人工是有必要提升 不是的話這些崗位永遠都是由外勞主導 因為本地年輕人雖然覺得這些崗位既辛苦又低身 但在外勞眼中是一份損工 因為工資明顯高於外雇原居的水平 在大陸酒店做前台或適應可能只有四五千元 但在澳門的豪華酒店做可能過萬元慢鬆跌 雖然是辛苦的 但工資不錯 亦可以在這些世界級的六星級豪華酒店做過 有這些工作經驗 他日如果離開澳門回到內地 相信你即使去北上廣深這些城市 如果做回同行的話 亦很容易找到工作 對於內地年輕人是一項優勢 當然澳門豪華酒店的前線崗位 亦是一個給本地年輕人好好磨練和吸收經驗的地方 這些豪華酒店的客服是世界頂級水平 而澳門的工作經驗亦是一個巨大的優勢 不過說回重點 如果這些酒店的前線崗位 待遇能夠好一點 加多一點工資 吸引更多本地年輕人入行 其實對人才培訓起到很大的正面作辱 其實一於是加工資 如果你想搞多元化的話 我覺得增加這些崗位的吸引力 對於培訓本地年輕人 都是有好處的 好 這一集就看到了 如果大家想支持我 我數片尾截圖以為 多謝大家的支持